来自中华五十六块五岁民众大学10天前 因为突然心肝头11月又疼 高超顿有名便宜急症主义 没多久到一时睡觉 而且没心跳到喘气 以后今晚马上进行急救 原来它是即兴心肌更色发作 由新导管团队接触治疗 如果救回五岁民众一命 后属身体也会给它更好 尤其是在外面当中可以看到王生的乡亲 跟由于便宜刮急症时人家好好 匆匆又昏迷离去 以后今晚马上来进行急救 当下帮它电击之后它就恢复了生命真相 然后后续我们的心导管室就马上启动了 然后就帮它做了紧急心导管 然后后来也证实它是一个ST段上升型的心肌梗塞 便宜表示 王生民众因为心甘疼疼疼疼疼疼 人们没有松开给便宜给医生看 将来分析没有生命很凶 好够在地的急性心肌梗塞发作的时候 马上来进入治疗 出事后身体会合得也很好 那一般所谓的心肌性猝食 它是一个如果是没有做适当的处理 它是一个愈后很糟的情况 那正常的存活率大概就是一成到三成 那要大部分会造成心肌猝食的原因 有八成是惯性症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心中来口的主人力尽量也表示 亲属王生、乡亲 这样即使心肌梗塞的患者 便宜是夹胎以后 一般有一般医生的八人 发作症症没症状 不过如果是有万神疲 还是家众伟团 本身有吃荤的都是故企业 也建议在来之后的控制 体责做检查 就是说希望有三高的病人 即早来找专科的医师 控制这些三高 那这样得到惯性症 跟那个心肌猝食的几率就会下降 那在找心脏科医师的同时呢 我们平常也会帮他做一些筛检 比如说心电图有异常 就算他没有症状 或者是他风险比较高 他可能只有一些 一些活动会传的症状 我们也可以去帮他做一些 另外最近贵载的变化 转问差较大 以前也有好友到乡亲 来之后就保暖 适当来补充到水分加丁丁 注意到自己身体健康 记者 女神 查误报道